公車行駛在淡水中正東路 正在停等紅燈 但前方的白色轎車 開始緩緩 樂退嚕 當然撞上公車車頭 不少乘客都嚇壞了 連司機也是一頭霧水 霧灑灑 這間駕駛員走下車 還沒搞清楚是非對錯 口氣就很差 看他心急我們駕駛員回報就說 是怎麼樣 現在是怎麼樣 大概是這樣的口氣 可能比較激動一些 駕駛跟公車司機 兩人就在路中央追究對錯 但平白無故就被撞 讓公車司機有苦難言 只好招招手 請一旁的駕駛幫幫忙 因為紅燈的關係 周圍的這個 可能用路人也很熱心 來幫我們說話 這段影片被PO上網之後 白色轎車車主當下態度 引發網友熱議 直呼太誇張了 現在真的很需要行車記錄器 但畫面會說話 現在影片一上傳 批評聲浪 以免倒 逼得車主不得不出來道歉 不只承認自己沒踩刹車 也怨了當時口氣很差 洋洋灑灑整篇道歉文 才滅了網友眼中一把火 但事情搞不清楚 霸氣理論 最後卻繞得狼狽理虧 不僅賠了面子 也丟了禮子 即是昨天解碼月館 新北市報導 不僅僅 我喜歡 我喜歡